沒有來開會是不是 誠實還是最好的對策 就是說面對這個 面對這個媒體的這些相關報導 我想如果他跟這個民進黨的發言人 都可以站出來 因為他們這個 他們認為有很正當的理由分租 所以他們應該可以很大大方的站出來 為自己的清白來遍布 莫耀人不知除非其莫為 幾乎沒有一台新聞是來報導這個新聞的 我想這是一魚三吃一劍雙雕 一石三鳥的手法 我都是現場馬上拍然後就丟上去 然後因為這個主要是跟選民問候 鄉親問候 金門鄉親說 知道我什麼時候在做什麼事情 那所以都是現場拍的 我沒有什麼圖庫了 所以他比較特別 不過因為一般民眾看 看到那個文都會覺得你是在那個現場拍的 不會覺得是有圖庫 所以 不過他有一個矛盾點 你們沒有注意到 因為有選民找到他是在 一年前去年的三月份就有在那個 那個他現在分住那個房子的照片 即便他說不是現場拍的 那就表示他那個照片是更早之前拍的 對嗎 他不是說他是11月才租嗎 那他在去年的三月就已經有那張照片了 所以是指那時候他就去那邊找房子 對辛苦了啦 可能是因為房子真的是會館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可能住不習慣不喜歡 所以他很早就在那附近出沒 對 那就是他還沒有進去租 就已經在那邊附近出沒了 所以這個反而他這樣解釋其實 有點越描越黑我覺得 因為那是圖庫嘛 表示你在發之前就已經拍了 不是三月份 可見在三月之前你就在那裡帶出沒 財產申報有可能是霧田嘛 那但是霧田就承認是霧田就好了 但是他竟然先說是監察院的錯 這個 這種錯誤不是不能原諒的錯誤 那可是必須要勇敢的面對嘛 就像他私人的事情是他的私事 但是我們擔心的不是他跟 顏小姐之間有什麼事情 但是我們擔心的是 因為他是國防外交委員會的委員 就我來看 國防外交委員會的委員 常常參與重要的國家機密 那重要國家機密 如果你那麼容易就被 就陷入這種女色相關的這個風波的話 即便你們沒有關係 但是你就去跟人家分租啊 或者是住在那裡 如果想難聽一點 他這麼容易的話 那改天真的假設大陸 或是他所謂的大陸 派了真的中共什麼人來去 他做出某種那種滲透的行為 他這樣很容易被滲透 所以其實這才是我們要擔心的國安危機 因為他常常參與國家機密 那他又容易被滲透 對不對 那是不是很危險呢 大家有沒有想到 對不對 對 這樣一網打盡耶 這樣一滲透那個家的話 發現家裡面一石二鳥 還有另外一位是民進黨中央的人 對啊 所以就是表示說這是危險的 這樣就是比較危險 以他的身分地位來講 這樣是比較危險 那遇到事情 我覺得就是誠實出來講 因為就算你今天真的怎麼樣 那主要還是你們家裡的事情 那就是說 也不用一直東拉西扯 因為民眾也不是想知道 民眾想知道答案並不是韓國瑜怎樣 什麼監察院怎樣 這都不是民眾要的答案 因為其實如果你已經上了是這個 那個台算是他的舒適圈 相對舒適圈上的話 其實可以給你一個很好的空間 好好的解釋 而且可以辯護 你可以上三例好好的辯護 因為收看三例的單位也是 支持你的選民比較多 當然是比較偏綠的選民 當然也有中間選民 當然有個中間選民更好 那就是你就更可以上去好好的辯護 這不是一件好事嗎 給你很好的機會去說清楚講明白 但是我們要講的是說 好雖然你每次千錯萬錯都是別人的錯 但是你以前是如何的拿出高道德標準 你現在當然就同樣被檢視 我以為你自己怎麼看 如果今天你是他的話 你可以怎麼解下一步 以後你還要該怎麼樣去評論 就是事實是怎麼樣你就誠實面對 那如果你覺得媒體所報導的不實 那你可以提告 我覺得提告也是一個好方法 你覺得媒體報導不實在 然後你有其他相關證據你提出來 然後你直接就是以送指放 這也是一個好方法 你就覺得媒體不實在 那就告媒體 這就是一個好方法 然後或者是 你就說清楚 把你相關的證據也可以拿出來 這個都是一個正本清源的方法 如果真的是有這件事情 那也許就承認錯誤 我想選民很多 還是關注我們的這個表現 甚至其他 就是在問政上面的表現 所以我覺得還是誠實面對 才是上策 說在過去這兩三天 突然間網路的熱搜 第一名變成是王定宇 第二名變成是鳳梨的議題 但是原本的草召議題 以及相關的議題 突然間都被模糊了焦點 所以說我們想是說 是不是民進黨 這也在兩個部分 第一民進黨內部也有傳出 所謂的派系鬥爭 可能是劍指2022的台南市長選舉 這點我比較沒有興趣 因為說實在話 我們反正就是會推出最強的人選 你們要怎麼派系鬥 你們要怎麼樣派系去互相競爭 打來打去砍得高刀見骨 那是你們的家務事 但另外第二個部分 就是會不會民進黨也順勢推了一把 就反正認為王定宇這個事情 已經只爆不住火了 已經被週刊爆出來了 已經被人家拍到了連續四個月 四十七張照片了 那乾脆所謂這個 也不能講廢物利用 但資源再回收 就是一件事情 我們也可以再把它給重複包裝 再利用 就乾脆把它變成是一個信號彈 閃光彈 煙霧彈 模糊彈 就是可以模糊了現在混亂的戰場 以及對民進黨執政中央的 一個不利的情況 所以我們看到這幾天好像 藻礁議題就比較有降溫了 但是實際上來講 不管是藻礁公投 不管是我們的這個當天 其實王定宇委員出來 這個被爆料出來的當天 我們國民黨剛好送兩個公投案的 連署書各七十萬份到中選會 也有人戲稱就說 王定宇其實是利用犧牲小我完成大我 犧牲了他自己之後 讓國民黨送兩個七十萬份的 連署書到中選會新聞 就完全聲量被壓下來了 不過你以為這樣子就過了嗎 很抱歉 七十萬的公投連署書 如果送到中選會 中選會核定之後 會再有一波的一個宣傳 還有從定案成案開始之後 到今年的八月二十八號 我們一定會持續的 每天的不間斷的 好不猶豫的連續的來通知大家 記得八二八一定要出來投票 我們先講說如果說這個是一個 九局下半兩好三壞 並且是只差比分 短比分的比賽的話 三類有人他好像用短打犧牲打 來強迫取分 這是有道理的 但如果說今天這個局面 民進黨的總教練 要用王定宇來下達這個戰術的話 我覺得這根本就是自殺戰術 為什麼第一 王定宇委員他的這個速度感覺 應該不是速度型的打者 第二最重要的是我們剛剛講的 強迫取分通常在短比 就是很接近比分的比賽 可是呢明明現在這一局裡面 就是一個很懸殊的比分 為什麼 藻礁公投從一開始的時候 默默無聞 無人問津 那個時候民進黨政府 連溝通都不想溝通 連就是想要忍處理 讓他們聲量壓到極低 但是因為大家眾多的團體 大家各自關注 以及大家認為說不一定 你贊成或你反對 重點是 我們希望是兩千三百二人 共同決定的時候 突破了七十萬份的公投 連數出門檻 這個比數就很懸殊 現在已經不是在想要強迫取分 現在應該是要想說怎麼樣 結束這一回合 趕快到下一場比賽 但是沒想到民進黨 如果說還下達這種強迫取分戰術 就是會讓大家覺得是說 治國你沒有辦法 有一些委員連這個可能我們講 修身其家治國平天下 連最基本的這個家裡的事情 可能都沒有辦法很顧好 當然還是一樣 這是人家交互事 我不便介入 但是我們只想是說 如果你想要刻意的 用這樣的一個煙霧彈 來模糊這個焦點的話 我覺得大錯特錯 所以我還是比較 傾向我第一個這個假設跟推論 就是這件事情是指爆不住火了 畢竟如果說我們看週刊的報導 他從去年十一月開始 就已經有跟拍的紀錄 甚至王定宇委員 他在去年自己三月的時候 在他粉絲專頁上面的打卡 就是那一個住家附近的照片 所以合理的推論 有人講是說這個 至少超過一年 有人講說至少週刊跟拍了四個月 不管怎麼樣 這都是一個長期的行為 而這個長期的行為 總不會有人拿著槍 還是總不會有人安排王定宇委員 先去做這個埋伏 然後等到這個時候才來爆發 也因此我們講的是說 這些事情其實還是 莫要人不知除非其莫為 那既然你自己已經做了事情之後 現在只是順勢的把這個話題給炒大 盡量的讓民眾 或是說讓關心的朋友 去追這個話題 可是呢 大家看到主流的新聞頻道 現在還在這個電視台上的新聞頻道 幾乎沒有一台新聞是來報導這個新聞的 就代表是說他們又掌握了媒體 可是呢又讓網路的風向去引導這邊 到時候就變一個屎胡同 可能這件事情不了了之或無疾而終 但是也順利的轉移這個禮拜來 大家關心的焦點 我想這是一魚三吃一劍雙雕一石三鳥的手法 我們還是要記得一定要回來收看我們的YT 還有就是我們還是要關心 我們真正為了台灣為了中華民國重要的議題 請多問一個那個電視台 其實今天贏到嘛 可能最確定沒有來 對 對 然後昨天一個電視台 大家有提到音樂園 昨天全面有問題 然後本來就算 那一張電視台 然後後來又失去 那我也覺得說 其實 明明我們會都開始 我們現在 不見到 就跟他過來 那也滿關心的 我知道 其實我們 大家都還滿關心的啦 是滿關... 但是這個是私人領域的範疇 那我想 當事人一定只希望外界關注他在專業層面的表現 那 現在大會開始了 那我相信這個 該做什麼就做什麼 對 好 沒有 這麼難呀 好 然後 我們